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由丁以後 一開始的事先跟大伙伴 ahaha我是周大伙伴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靖隆 其實在準明預讀會結束 是時候很多人去不少 後有很多位生鳥很高 运动选手 然后就在联谊事业里面继续的发展 那其实在之前的话 就是提醒了也有的 在当一个艺人 成为一个艺人一开始学不学后 那时候你对自己的设想 是想要当演乐 还是想要当音乐人 还是想要当他的一个方法 你一种是在你的影响的状态 其实那时候对演艺圈的环境 算是陌生了 就是说很多的资讯都是来自于 像是以前小时候可能常看综艺节目 所以那时候对于演艺圈的一个印象就是 比如综艺类似电视台的一些电视剧 这些演员 或是最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的人 那当我知道那时候来选角 甚至选演员的出发点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演戏这个路好像自己来我兴趣的 所以就会想说 那我就会 试着演员的方式来进行这样 因为其实说实在 自己对综艺这一块是没有设立 没有擅长 所以这个就已经不是我的首要目标了 你是想要进演艺圈才选完演员的这个地方 其实也没有 因为那时候的公司来找我的时候 就是以演员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来试试看 其实当下对演员的环境是陌生的这样子 应该是说你从小来比较喜欢运动 比较喜欢体力的方面 电视你很常看的 蛮常看的 因为其实小时候真的 我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以前的 像以前就很喜欢看等八点的时候看什么 阿贤诗啊 或者是看康熙来的啊 应该是你小时候 对对对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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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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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時候的康熙都是在電視圈裡面的一個很黃金的一個經典的東西 一些節目 在那個時候的話你就一定會想到說 有一天我可能會想到上電視去成為 做在上面的成為這部戲的演員 其實說實在真的完全沒有 也是因為當時基金公司找你了之後 挖掘你了之後你才會想說開始做這個 是覺得當下覺得有這個機會可以試試看 因為其實那時候也因為家人的關係 就是希望我未來的輸入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那時候會希望我是考碩士、碩服士班 然後未來可能從教師這個任務師 只是說因緣機會之下有這個機會 我想說那反正那時候念大學是跟家人有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就是一樣試著去說服他們才能夠 你是一個容易放棄的人嗎 看著什麼像 或是說在你喜歡的方面 比如說運動這方面 比如說像演戲這方面 你就是一個人可以放棄嗎 不太輕易放棄 就是我如果選定一個東西 我會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就是我對於自己的一個人設的要求 就是從你小到大 不是說我們每一件事都要做得不得一張 或是對自己有興趣或有擋落的事情 我就會想把它做到最好 比如說畫畫送給人家的禮物 我自己要面面俱到的人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很擅長的東西 我就會希望自己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你擅長你的習慣 你有興趣 你有目標的事情 對 你就會把它搶到這段時間 對 因為像我就會覺得 我很喜歡 就會覺得哇這個人 就是以前在小時候 像我哥他就是學霸 然後我就覺得哇 會這麼多東西 就是這麼瘋狂 好好的魅力 厲害 可是自己就辦不到 因為我對念書 說真的不是很擅長 那所以像我接觸運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打球 打擊球很帥 那我就想要試著跟他一樣 我就會想盡辦法去 鑽研他的動作 然後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然後試著把套運到自己身上 我希望自己可以穿成這樣 這樣子 你會是一個經驗放棄 或者是投降的人嗎 比如說像我們一種演動 像你練到的一個程度 你發現真的有一個 門檻過去 比如說某一個高峰 你跳得過去了之類的 這種的會讓你很輕易的就放棄嗎 還是說你會很拼命 就想要練到一個機制 真的不適合精品力進來 你自己在問號 我會找 我會知道自己的直線 因為其實 人本來就有天賦的問題 或是自己身體的差異 比如說每個人的運動能力 他的爆發力就是在什麼極限 那我會想要突破自己的極限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他可以跳到180 然後我跳不到 那我要知道自己真的水平在哪裡 那可能可以試著讓自己突破 但不可能去追求最點風 因為如果追求最點風 應該就是十屆前的運動員 對啊 運動這方面 你會知道這種極限在哪裡 試著去試試看 不行就自己就知道 那個青春電在哪裡 對對對 但是當在其他的部分 你覺得在你一十月份 一十月份 一十月份 一個青年放棄的部分 應該算 不青年放棄 我覺得 因為難道走到這麼長 其實也是因為 這過程 這七年 這幾年的過程 其實要放棄 應該很早就放棄 對 但是就是因為覺得 還沒到自己想要的目標 然後覺得噁心 可能覺得還放不下 所以就是覺得 決定要先 路先走 試試看 等到真的不行 那再轉換棄到戰術 但是至少把它偏偏看 中途就覺得 那我們做 然後去轉換棄到這樣子 你當事的目標是設備在哪裡 其實就是合約轉換 就是 我是希望 30歲是我的一個停水點 那 這過程中 即便也不容易 你都覺得 我認為是 就是在等待機會 等待時機 因為其實 尤其像你這個職業 蠻吃運氣的 說實話 就除了有實力之外 運氣真的蠻重要的 所以 就是在等待這樣子 所以在30歲之前 你的底下 你的基本 基準點是 一方面是幫著 經濟故事的合理 讓你繼續走下去 30歲的 讓你繼續經濟上 對 全民心的 對 還是 娛樂的 娛樂的 客串的 沒有沒有 是全民心 全民心的 全民心的事情 讓你覺得 有發現到自己是一位 民人 其實 倒沒有 我只覺得 關注度 確實有變比較好 因為我一直不希望 把民人 這件事情 倒在自己身上 就好像 因為 以前 在運動的時候 都會希望自己 能夠保持 謙虛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即便我真的 可能 想這某個運動 真的 算厲害好了 可是我也不希望 自己 呈現很厲害的狀態 所以同時 同樣的套在 可能演藝圈的 這條路上 也不希望自己 把自己當作是 女人在看 因為這個情況 很明顯 是因為容易 讓自己膨脹 那膨脹之後 很多事情 就會帶來 比較負面的影響 這樣子 所以還是希望 這些話 留給別人 去說 讓自己 不要去 說自己是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 這件事情是 你自己看來 有關係的嗎 自己看來自己 就是 以前就是 這樣有這樣 你是有看到別人 類似的 也許吧 就是 不管各行 各業都一樣 比如說 體育界 如果這個人太膨脹 其實人家 看不太 看不起 你也離開又怎麼樣 就是會有那種心態 所以 相同的 我覺得 慢慢往上 還是自己給自己 的回合 就是 不是自己要自己說 自己怎麼樣 對啊 再去明顯的那個 時間 有沒有什麼 一個時間點 會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說 我的關注度 好像真的 會變多 我是開心的 你說 不然這樣為止 就是在全面進步的 開始的時候 那段時間 比如 在哪一個過程 還要有時間點 或者是哪一件事情 讓你自己覺得說 我現在 目前的關注度 變多了 粉絲變多了 從 一開始吧 就是 那時候開始 關注度慢慢就起來 其實 說實話 因為 畢竟來參加這個節目 不是近年選 都會希望得到關注 這件事情 這件事本身 就是值得令你開心 那只是說 像剛剛講的 就是 受到關注了 這件事好 但是你要同時去 警惕自己 這個東西 是不能讓自己膨脹的 對 這是分開 就是心理層面跟現實層面是分開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受到關注是好事 是開心 本來就進這行 本來就希望這樣子 對 只是說 就是 要時刻警惕自己 對 在裡面 不管是你對於 或者是另外一種的 這麼龐大的理由 也算是 家人家族 其實你以前 前面的那幾年 走的都是一個 那個當年 一個拍戲 然後他有經歷到 這個群人的生活 裡面 那你對於 在演藝圈 生活裡面這件事情上 給你的影響 有什麼樣子 可以改變 嗯 其實 就是覺得 很有變途 對 就是比如說以前 真的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但反正戲劇 或是廣告 就是結束 幾乎就是各自散開 或是偶爾聚會 會聚在一起 可是像 真的像 要找到運動 喜歡運動的人 蠻難的 就是 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 球友就變得比較少 那像這次 參加了群人群運動會之後 像我特別喜歡 打魚球球 那 我們也很早知道 因為這個節目 認識其他人 這些人 也因為這個節目 喜歡上打魚球球 那我們就會相約 然後 我的球友就變多 然後就會覺得 哇 之前都找不到球看 我現在 就是很開心 能夠有一群球員這樣子 對 這次的事情 到底跟運軒有什麼 有可能 說真的 好朋友 其實 變得 聯絡人變得多 我覺得這樣 這樣子 家務群運行之前 也沒有 沒有說真的好到 非常好 跟他們一樣 這麼好 對對對 你在那個時候 你會覺得很期待 對 對 寂寞嘛 一直以來都會覺得 可能因為個性 的關係 我會比較不太 情人 就是你做的是這樣子 對 所以 寂寞嘛 會 可是又覺得 這就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沒什麼好怪別人的 所以就是覺得 原來就 大不了就是這樣子 可是看了很開 還是你把它吃下去 我已經看了很開 就是 就是以前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 所以 因為像在大學 也是有很多好評 可是分開了之後 其實 也就習慣了 這件事情 就是 對我們很好 其實我還是會聯絡 但是 分開了 我自己有習慣自己一個人 我能跟自己相處 所以就不會特別 覺得說怎麼樣 對 而且他們跟你是不同的行業 所以他們不知道 你身在 倫藝圈的時候 你的 承受的壓力 或者是面對的寂寞 或是 對 因為我也不太會跟 沒有特別說這件事情 對 也是 所以 我會自己一個人 不是沒有原因 你是一個樂觀的人 我算悲觀的 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 對 算悲觀的人 你找到自己的樂觀 在哪裡 其實 樂觀的點 我會說服自己 應該是這樣講 我會試著把 跟自己說 把事情看得開 其實 沒什麼大不了 就對了 但 很多事情 我看了 看了面相 會比較變負面 就是有點畏雙 我感覺就是 會想特別多 就是 哇 萬一發生事情 怎麼辦 萬一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會想特別多事情 運動員 不知道怎麼繼續 就是 多巴胺生命一下 應該就會痛一點 就是 應該 應該說 應該說 會找事情 讓自己 讓自己 比較快樂一點 就是 比如說 或是 幸福好難 也許去打個球 專注在 打球這個樂趣上 也許會 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就會讓自己心情變好 這樣子 所以在演藝圈的前進 的話 你是開心的嗎 嗯 是被改打理 我覺得 因為畢竟 生活上還是有一點點 就會覺得 因為雖然家人很支持 可是又一方面又覺得 一直都靠家人比較好 自己永遠 靠自己這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 生活上會有點壓力 因為 比如說 作品都不 然後 給自己的壓力 對 所以當你才會給自己 三十歲的這些 模擬一些 對 你是我們 我第一個看到 我們大紅色的單元 第一個看到就是藝人 進來的時候 還是一定的安全 就是你騎摩車 對 對 你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我算蠻獨立的 獨立 然後你可以自己處理好 一些書籍 對 但是你又帶著 很悲歡的心 哈哈 就 嗯 對啊 就是 悲觀是 看事情的態度 就是 我會比較容易 往負面的方面去想 可是又 時常又會跟自己打架 你幹嘛這麼負面 你每次走 我都一直從負面去想 你要試著去 想開一點 所以有時候腦袋會一直去 打架這樣子 現在的關注額比較高 有讓你整個比較負面的 比較消費的 當然有 當然有 就是覺得 好不容易 抓住機會 那就是試著去把握到 試著去改善自己 我覺得在我的 原生過程中 一直在不斷的警惕自己 這件事情 就會 對 就是一直告訴自己 不要那麼負面 不要那麼負面 你如果是很之前 就在路上 有很多事情 說 你就是那個麥當勞 或那個廣告媒信 或者是說 你就是那個渣男學長 聽到這樣子 你會開心嗎 是會開心的 有時候他們有看到 對對對 他們覺得開心 這樣有讓你心情 留下還會了一點 會啊 會啊 這種其實 對演員來講 這種其實也就算是 讓他們 開心 或不是經歷的 應該就是有作品 讓他們看到 確實 有些關鍵都那麼高 然後你只是客串而已 可是被那麼多一套 你確實是 應該覺得 好好地靠上自己 一下還會跟你們 對他來說有不錯 就覺得 好像還不錯 可是因為 那個本來就是 客串性子 我其實也沒有 自己設想太多 就覺得 有這個機會 我去試試看 我能看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關鍵 算是 自己沒有設想到 你是不是在 沒機會 就是 讚美自己 讚美自己 對 因為其實剛剛一路拍照 到現在 我感覺上 好像不是一個人 讚美自己 對 確實在 哈哈 然後其實 其實你對自己 還是有一點自信 算是 嗯 就是因為知道自己一點 沒有做到很好 就知道 我覺得這個 可以有更好的一些 發展 就是 比如說運動 我沒有說實在 沒有一項運動是特別強的 那 那 我就會希望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拿出那種 非常百分之百的自信 可是你也要追你自己 因為你會知道 這個項目 更強的人在 那 所以 時時刻刻都要警惕自己 說 要 謙虛一點 要 可是在比賽場上 你就必須 讓你們的自信心 所以 其實就是一直在不斷地 催眠自己 所以 那個心理壓力的 一個起伏其實蠻大的 所以 你知道 催眠自己 催眠出更好的情節 對對對 而不是用 你已經鍛鍊好的技術 去催出更好的 那個技術 其實就是基本功 就是說 我有這個底子 對對 就是我有這個底子在 所以 我可以更快上升 可是 你真的說要到 很強很強 那個路還很長 對 就是 所以 所以就是 跟自己說 你是OK 就是我覺得是 中校程度 還沒有到特別強 對啊 所以還是 就是還是會 可能會有點自信 對 對 這麼說 當你拿了VP的價值 後 你在家裡 一個人有個學問 會值班的情緒 或做一些什麼樣的學習 其實那個當下是覺得 肯定自己終於 欸 做到了 那就是 做到拿了EB這件事情 那 後面可能 你也許 也許就更放開來的 打 會更放開來的 去 比賽這樣子 但拿到你的當下 你有很爽嗎 有啊 當然有 對 因為我其實 印象很深 就是 那邊才會有 會 拿到MVP 或是拿到很好的成績的時候 你們的表情 其實都很淡 對 對 然後其實這個之前 才會影響過這個事情 因為他 對他來講 他就是 運動員出身 他已經習慣 大的 全黨的話 已經很習慣 一種 很乖的那種 嗨的感覺 對 他比較明顯在 表情上 比較明顯在 表情上 但是你的話 你的當地感 好像有點 有點不知同錯的感覺 說 拿到MVP 或者是拿到 很好的成績的時候 你看 其他很多關天系 比較嗨 或是你拿到的表情 好當地 喔 沒有欸 其實那個當地是 就是在 跟自己講 即便你有好的成績 我覺得 還是要保持 謙虛的態度 那是一個態度的展現 當然 心裡只要是開心的 只是必然 因為你拿到一個 好的成績 但是 在 站在 頒獎台 或是站在台上的時候 我覺得給人家的 態度是一樣的 也是謙虛的 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對 你這樣有給你把自己 引擎的氣 其實 呃 一路上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的 人生觀 就是 大家有想說 你可以嗨一點 有啦 就是 其實 私底下 比如在玩的時候 當然是比較開心 但是我覺得 站在那個 台上的時候 還是要保持這種 態度 我覺得這是我在運動 運動裡面 學到的事情 你在運動裡面學到 所以你要拿出 改革的 態度 更要穩定的 改革的 對 但是當你身分 有什麼時候 這麼變的狀態 你還是會這樣 還是想要這樣 怎麼會做 還是會 這是其實 基本上我覺得 它是 沒有 不變的 對我來說它是不變的 所以 當你回合說 看你一系列 演出的作品的時候 你會用 細異的方式去 解釋 你一系列表現 會啊 會啊 就覺得 演得好爛 你覺得 開始一直嫌棄你 可以演得不好演 又不好演 有時候嫌棄 有時候覺得 好像演得還不錯 哪一部制 你自己覺得還不錯 像 魚肉 我就覺得蠻瘋 我就自己說蠻瘋 對 像 像 《瓦桃師》 覺得自己好像 蠻特別的 因為裡面很多 對 刷爆造型 對對對 所以就是 你就是 需要人家 就是 拿正出門一下 讓你 讓你活起來 有點 有點像是這樣子 那你需要有人 去幫你加入 呃 我是蠻需要 就是 旁人的一個 鼓勵 就是 覺得蠻需要這件事情 那就是你自己 對啊 所以就是有點 就是 自作孽 我是 自作孽 對 這也就是運動 運動 就各 這種角色就是個性 我覺得真的好難改 個性真的很難改 處女座是很堅持的 沒錯 對 但處女座就是 首先你講的就是 遇到 頻率對的人 會遇到這個 家人類型的感覺的時候 真的嗨起來 就是 會讓我們觀念的人 看得到 你很嗨的內衣 對對對 沒錯 但是 但是就能看到 你不認識你的人 你會不會覺得很嗨 是不是沒錯 然後那個很嗨的感覺 就會開始想說 你這個人是不是有點太嗨的 可是 因為我就覺得 我知道自己很嗨 所以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然後就講 後面兩句話 你的表情 你可以很嗨 你可以很熱一點 你知道嗎 對啊 這就沒辦法 這是個性的 所以 那拍娛樂的時候 是什麼原因 讓你覺得很嗨 我真的是覺得 就 我有 數碼 又是客串的 一個性子 真的 說真的 就是當作 一個 算是一個 表演經驗 所以 讓我 可以在那個狀態 很放肆 因為是客串的角色 所以你不會把它當成是 大家貫注 不在你身上的作品 對 所以你就會很 很放肆 當然 會對角色負責 就是說 那個狀態就是 我是 來當磨練經驗的 所以 就 並不會特別說 我拍會怎麼 在裡面 我怕怎麼樣 其實沒有 我參過這個作品 這樣子 那你還記得當曲 放鬆的那些感覺嗎 其實 最近拍戲也一直 一直在回想這件事 還是因為 你最近是 之前是拍鬼片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放鬆 其實也沒有 拍鬼片那個 我也蠻爽 那個狀態我其實也蠻爽 可是我就是 十好十壞 所以我一直在 一直在研究自己 到底是為什麼 會有這種狀態 還找不到那個狀態 對對對 就是我有時候會 很OK 可是有時候就是 很緊 其實很沒辦法放鬆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還在 還在蠻爽 狀態 是不是需要 就是時間長一點 就是 譬如說在這個環境下面 時間長一點 確實 我覺得 我覺得後來我發現就是 我需要 跟現場的環境 我要夠熟悉 夠熟悉之後 我其實狀態 就可以慢慢放鬆 其實我最近前面 兩個劇組 參加這兩個劇組 的狀態 都是 一開始 稍微經理 可是後面 漸漸的關鍵 劇組很爽 很爽 我後面的表演狀態 其實就很爽 其實不太需要 去說 我們再放鬆一點 這樣子 你還在找那個 是會 有一個 放鬆的 方法 對 但是過了三十歲 過了當時 當年 給三十歲的 成功之後 三十多歲的 你對於你的 之後 一方面 在找那個 讓你放鬆 另外一方面 你希望自己 可以成為一個 什麼樣子的 藝人 嗯 什麼樣子的藝人 其實我 沒有 特別去設想這件事情 我沒有 一定說自己要成爲 什麼樣子的藝人 我是覺得 呃 希望 我可以保有 初心 就是說 當初 進演學 是為了什麼 是希望我能有一些 好的作品 然後可以成爲 我覺得 心狀好的藝人 就這樣子 我其實並沒有說 我一定要到一個 飛龍騰打的一個 成就 或是 其實沒有 希望說好的藝人 比如說一下 好的演員 好 我的演員 我比較 像 我比較 日以可能我以前 比較喜歡看 外國 國外的一些 電影也好 我覺得他們 很自在 就是 比如說他們 像 上 talk show 都會覺得 他們 是 鬆 很鬆 對 然後 其實我一直覺得 其實跟做人沒有差別 我覺得那個好的演員 跟做人是沒有差別的 你不要做什麼 做些翻課的事情 我覺得 善良 就好 我覺得做到善良這件事情 其實就已經覺得 我就覺得 這個人是好 不用說他是好不好的演員 我覺得做 經驗的態度 善良 然後 然後 做事負責任 其實我的想法就很好 並不一定說 好的演員是怎麼樣 甚至善良 我覺得做人 這件事情 是比較基本的 那這件事情 做好 其實不用 做好這件事情就好 不用給自己說 設想 你要成為什麼樣 一個好的藝人 去給自己 立一個flag 就是我覺得不用 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你希望專注的走 電影這條 還是電視這條 或者是說 有可能希望拿獎 之類的 我目前會希望 比較希望 走電影 但是因為現在像 以及都已經開始走 電影為可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覺得 是很常 做好演員這件事情就好 至於拿獎 我真的覺得這個 就很 我沒有給自己吃 所以我一定要拿獎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能夠入圍 就是一定肯定 那得不得獎 這個本來就是 運量的 真的不像 運動什麼 一翻獎燈 就是 實力怎麼樣 就 一定可以拿 就是 這個 平半標準 無主觀的 所以我覺得 得不得 其實入圍 就是一件肯定 對 你對你的演藝的味道 其實 看本 就是想要好好的做 對 就很 但是你對你本人 就又很 不熟 對 因為我對我自己要求 盤來就很高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衝突 不衝突 對 是不衝突 但是 你也可以吃著放鬆 哈哈哈 你既然立定的目標 是這麼的 沒有這麼的 起破 沒有這麼的 彼此的 那你可不可以讓自己 也放鬆的去看待 因為 因為 對自己一演藝 其實就有點難做到 最後面的一些事情 就是 你對自己要求的這麼高 你要怎麼要求 自己要成為一個 善良 或是 成為一個 敬業 或是 好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麼不重要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不能 呃 先 自我身上 你沒有辦法先 做這件事情 那後面的 我覺得都不用 不用先去想 私下的你是要求 對自己要求 這麼好的 生活上 生活上不一定 就是 我覺得 看事情 有潔癖 呃 潔癖嗎 到底還好 對 對某些方面 有點天主 就是有一些 對 比如說桌子 你還是歪了 到底 呃 沒有到那麼嚴重 就是 以自己順勇為主 就是 還是我有一個例目 就是比如說 可能衣服還是會亂丟 可是我會讓它集中在一團 不能各自散的這樣子 就是自己 看起來說 欸 真的還會太亂了 我就開始把它整理 可是一旦整理你就想 那我就要 一次把它整理乾淨 是這種 這種程度 然後我就會開始慢慢 對對對 然後 你直接全部掃清 然後就慢慢躲這樣 不過 我們出來的時候 已經過完年了 對 你一大勺出來的嗎 還沒 你就是一直在 鬆跟頸之間 在拿捏那個 對 要嘛就做到幾次 要嘛就爛到底 想過狀態 對對對 你在運動的時候 是放了什麼男子氣功 運動的當下 呃 看什麼狀況 有一點其實不一定 其實不同的運動項目就不一樣 我看什麼心態去面對 就是如果今天只是 來隨便玩玩 我覺得很爽 很放鬆 你完全不計較 來隨便打 隨便打這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是比賽 或是 看中自己 有沒有進步這件事情 那我就會比較 用別的眼光去審視自己 比如說我想要讓自己變強 某一個技術變進步 沒達到我就會覺得 好不行 這樣 沒達到今天的目標 然後看我有沒有未來再進行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我是開心 因為我希望自己能夠進步 但我覺得每次去檢討自己 可是當達到的時候 就欸 做到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 總歸來講 運動還是讓自己是更開心的 即便做不到 我就覺得自己有進步空間 那我覺得 再讓我去更 努力的去 研究運動這件事情 是 對我來說是好的 所以現在對你來講 你最喜歡的運動項目是 對 那說你羽球打不好 你不算其他 就打不好就爛了 那我就變個牆 就是這樣 就是提命的變 因為這是客觀事實 就打不好 也要跟人家說 欸沒有牆 不會很巧 不太對吧 那說你那個戲演過 你不算其他 其實我會覺得演戲 是蠻主張的 對這個就真的是 就是因人懷疑 我自己看了過 我覺得自己過了 這一關那就好了 所以其實 其實我自己要求你 蠻細膩的 就是我自己在看 我也為我自己的主張力 不解 如果覺得自己演都好 那更不用說別人演 更不用說我自己 但如果我覺得自己演 我覺得 我自己在看影音的時候 我覺得OK 那 我自己這關過 就是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就不管別人怎麼講 其實你自己覺得是 對 對 所以其實你在你 很收緊的這個 緊繃的狀況的感覺下 當你達到了一個 你目標中的 你要的目點之後 外人的意見 外人的評評 對你來講 不是其實 對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對我要求 算很高了 那如果你在用 更高規格的標準去審視 那我也只能說 好啦那我怎麼做 這樣 對啊 你的臉色就在送 登景色 一直在拍 對對對 對 就 就是我的極限還是有Limit 就是不可能到這種 飛黃騰打 對對對 但是你做到的極致 你自己覺得你做到的極致 之後 別人怎麼講 傷害不了你 對就是 沒怎麼樣 還好 因為 還好傷害不了你 不然如果照你被關的客氣 然後再被人家 很容易到 那這樣真的也太累了 對啊你真的很累 對其實最主要還是 跟自己有關係 就是如果達到自己的要求 最主要都還是這件事情 我達到自己的要求 那其他外在怎麼講 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 對 那就是所以 最好會就是 你自己這關過 那就過了 其實一開始會 覺得你的心態 還蠻會健康的 因為又悲觀 又很緊急 對你自己 可是想想想到現在 比如說 你如果不會選擇 外界的人 對你的批評的話 那其實 你對我來講 你這個還是算蠻開心的 對 因為其實 你沒辦法去顧及所有人的感受 你看得很開耶 所以其實我算 我些事情算蠻開的 對啊 這樣真的蠻開的 對啊 因為真的沒辦法去感受 學到的很多 其實很多人 花更多的時間 才會學到的東西 有些人會專業的事情 自己反而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你有什麼 那你有什麼 悲觀的 我是 悲觀的是 看事情的態度 就是 我會用比較負面的角度去審視 就 就 高標準 就是 自己會用比較高的標準 然後去看這些事情 所以我會比較有 容易有負面的看法 就是我會看到 比較不好的那一面 可是並不是說 整個人是一個很 低氣壓的狀態 別人都要把你塗下去 只有你可以把你自己塗下去 對對對 這個 這個總結 一直很牽涉 對 那你的日子是 你現在的日子 你覺得是很開心 是開心 有在那個悲觀的那一面 有在拿出來 現在又會在跑出來嗎 悲觀其實比較少 比較少 因為現在 其實 戲也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忙 然後多關注也越來越多 其實很多東西 你都別花時間去 就比較少的時間去 其實我應該說 都我算有打到 慢慢有打到自己的目標 就像我講 我只要打到自己目標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OK的 或者其他什麼發生事情 我都不太 不是會很 太大的介意 所以像比如說 生活慢慢變穩定了 那我可能 慢慢看就是 能不能再更好 可是 我就 比較不會那麼好 壓力很大 我們很期待 沒有辦法 其實不過我就覺得 慢慢有在朝這個目標 反向方向前進 其實就已經 對我來說就已經OK了 或者像 灌注他們慢慢有 我也沒有說我一定要 找到一百萬粉絲 或什麼 那個對我來說 因為太不切實際了 我覺得慢慢有 穩定固定的一些 粉絲群 那我就照顧好他們 欸 這個 這條路已經有了 其實慢慢在撲 它就是慢慢拿它 前進就 不要讓它 掉了 就是不要 倒退爐了 不要往後走 我覺得慢慢穩實穩定 慢慢成長 其實這樣就好了 那個重機的錢 怎麼買呢 是你不想買重機嗎 對 但是 買下去就沒錢了 所以 那大家 可以評估到你目前的 那個 沒有啦 因為 重機本來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夢想的奢侈品 就是它並不是我現階段 必須 必須得買的 我不會為了圓這個夢 然後把所有必勝機 全部摘下去 為了一台買一台重機 對 這是太白癡了 你還是一個會 為自己的未來 我覺得還是 我看的比較現實 就是 現實層面的東西 就只這麼寫實 寫給你 就是 它是你的夢想 如果你有賢錢 你有賢的目標 買一台 靠著自己 去完成這個實力 就是 最後才需要去做的事情 現實的悲觀 主義 對 差不多了 好 謝謝 那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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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